老阳到处说我们谈谈经济和疫情 经济学家和舆论 呼吁主政者把放开经济放在优先的地位 并提醒当局经济总回正轨要靠改革开放 安邦智库的研究员直接指出 目前的中国的情况是企业艰难求存 全国坐吃山空 率先解封解禁的城市和地区 其实财政早就见底了 根据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星期六的一个文章 联名发表的是六个专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姚洋 副院长黄一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张军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梁建章 卢氏金龙研究院的院长管清友 以及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护会长任哲平 这些呢跟官方靠的比较近 他说文章说呢 奥米克隆病毒致病性的减弱 加上疫情接种普及和防控经验积累 为优化疫情防控提供契机 但是呢特别指今年来疫情反复 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较大的冲击 尤其中微小企业和普通民众面临较大的困境 裁员潮席卷各个行业 今年大学中就位险所非常远近 文章因此提出的七点建议 包括开放公共交通 写字楼餐厅 酒店物流商场等场所的经济活动 统一全国防疫标准 消除国内出差旅游过延的限制 做好放开经济活动的舆论宣传 同时请医学界专家研究优化方案的可行性 如加强老年人的疫苗接种普及 做好病毒普及科普工作 他们建议把明年中国经济增速 目标定在5%以上 那么向社会各界传递 把发展放在首个任务 放开经济活动的明确性 稳定预期提振各方的信心 这么文章几个小时阅读量破10万 在很多的社交媒体广泛的转载 有网民说文章到今天还没被封闭 说明跟上面的想法出路不大 或者是上面授意他们来做一些舆论宣导 但以此同时发表的财新杂志的设论 经济重回正魁 要靠改革开放 这篇文章 很快就被删掉了 我们在这里来谈一下安邦智库 安邦智库最近一份内部报告说 企业奸囊求存 全国坐视山空 直接了当他不打马会 很坦率地说 这现在是一个比疫情差很多的结局 是2022年3月份两会完全没有想到的结局 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 各遭受一次意外打击 分别在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 这两个季度的打击都跟疫情有关 一年两次的疫情打击 对今年中国的经济一样造成重击 今年议定了5.5%的经济增长目标 不仅没有办法实现 而且会实现很大的缺口 他们议计2020年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只有2.8% 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5% 而国际金融协会 他估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增速 可能只有2%左右 宏观经济的失速 在中观和围观层面 就意味着行业的发展受挫 企业大量的死亡和倒闭 10月里增加 他个人收入减少 对很多微观主体来说 2022年2023年是生死局 不是剧本上 以餐饮业为例 2021年的中国餐饮业的收入 规模是4.7万亿元 同比增长18.6% 但在2022年 餐饮业日子极为艰难 今年年底 餐饮业会爆发新流流的关店潮 进入至暗的时刻 已经有40多家的中小餐饮业关闭 感到艰难了 不只是企业 政府也很难 经过了三年疫情防控的折腾 不仅企业发展受到冲击 政府财政大受影响 为什么呢 很简单 税收的征收放缓 导致财政收入的增量大减 成本未知的防疫抗疫的支出 和其他公共服务支出 刚性的增长 折腾了三年 掏空了各级政府的财力抵制 扩张了政府的债务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政府财政的收入下降 而支出增加 基本上都处于做次三公的状态 公务员减薪很普遍 中央政府缺钱 地方政府更缺钱 地方的财政资质已经成为常态 2022年的上半年 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 均为负责 均为负责 2022年的1月到8月 上海一般的公共预算收支差 由负转正 但余下的30个省市自治区依然为富 简单一句话 政府的地方政府没钱 但仍然在做次三公 空前的财政压力 甚至使得地方政府连核酸支出都难以支付 因为没有无力产还利息 山东省财政厅也闹过了两个 一个直辖市 一个省会市 直接接管了两个县级市进行财政拓贴 普遍的地方财政压力 从华南的深圳到华东的杭州 再到首都北京 各地公务员财政拨款的事务 事业单位人员以不同程度的降薪 刚才说过了 部分地区的降薪不止一次 公务员的积极性受到普遍打击 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勉强撑着的状态 普通公务员也处于某种程度的 坐次三公状态 坐次三公全国普遍 经济不好 行业不好 企业不好 老百姓收入自然也不好 居民收入情况会在消费端的体现 当然 实际上的全国经济不好 行业发展情况不好 企业经营情况不好 就业形势不好 诸多不好的不利因素下 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国家公布的数据是很可疑的 从部分情况来看 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的家庭 也处于坐次三公的状态 安邦的结论 一直坚持他的结论 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什么 而是经济安全问题 显著的经济失速 持续的疫情防控 长期的行业不景气 正在掏空 从国家到企业 再到个人的财政脑底子 他警告 如果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下去 中国经济的所谓任性就会断裂 坐次三公的结果很简单 中国面临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他认为这是当前需要高度警惕的重大风险 当然补充一下 有关地方财政坐次三公的现象 举一个例 广州海珠区 体制内的人透露 财政上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全是欠条 全是窟窿 因为财政没钱 志愿者都找不到 不得不征调老师去当志愿者 导致学校老师紧缺 孩子们不得比联系维单位 统一上大课 上网课 这样的教学效果 不要想象那有多差 到最后 核酸检测的机构的落挑子 没钱干不了活 不可能一直靠打白条 好了 没有钱 不仅各种狂控的工作 没办法一计 大的经济形势 看广东今点 广州今年的增速 也就GDP只有2% 再下去 连广州都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甚至可能是危机 竟然广州 我们知道 广东三大三大 大湾区 民营经济是很发达 但是遭受的冲击 尤其之大 提前返乡潮 现在大家看到了 如果工商业大量的倒闭 势必增加大批的事业人口 别说房贷 车贷 维稳都成问题 有一位 民间的一间领袖 很 凯兰的 在他的微信上表示 还没被删掉 一个人的认知障碍 可以放大成为 全民的癫狂 自残式的行为 体制内部没有任何的制约 民间习惯性的服从 你说什么 跟你走 疑似乎在全世界的了解 都已经解除 对新冠病毒防控的情况之下 居然还亮出了 中国2022年大范围灾难性的 封城封控 他说 这样一个体制不改 外资和内资的信心 就没有办法恢复 中国经济 就不可能有好转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本来就没有办法恢复 长 tecn设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